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告奇的别称 高颜值是告奇吸粉的原因之一 凭借着自己的高颜值 他迅速在网络上走红 他吸引了许多球迷的关注 说到颜值 还真不是吹牛 告奇的外貌的确很帅气阳光 他自己也这么觉得 有一次告奇接受采访 谈到颜值这个问题 告奇并没有回避谦虚 而是侃侃而谈 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很漂亮 是自己最满意的五官 但是同时告奇也表示自己的嘴巴不够完美 这也是自己最不满意的地方 谈到腹肌这个运动员逃不开的话题 告奇很坦诚 直言自己只有六块腹肌 距离八块腹肌还差两块 他一直在努力 可是那两块腹肌却一直在路上 从未抵达 现在告奇结婚了 爱情圆满了 但是告奇的职业生涯却充满着遗憾 虽然他是四川南排刘洋第一人 但是刘洋期间 他没有获得太多的上场机会 八个月的刘洋时间 告奇的收获是接受了不同的战术理念 让自己的战术执行力大大提升 对排球的理解更全面更深入 告林的实力在刘洋归来时大涨 可是依然没有更多的选择 更好的发展方向 最终告奇于去年选择了退役 27岁正是技术成熟经验老到的年纪 真的很遗憾 会议后告奇和娇妻步入了婚姻殿堂 晒出的领征照片 可以看到妻子手上那颗大大的钻戒在闪耀 看来告奇的小日子过得还是很不错的 祝福这对新人 爱情甜蜜 婚姻美满 幸福久久 也希望告奇能够继续为排球事业做贡献 用刘洋所学帮助南排 期待未来的比赛中 南排的成绩能够更上一层楼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